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认数字吧 今天林洋老师要教大家一个什么数字呢 今天林洋老师先把这个数字做出来 然后学生来看看有没有认识呢 小朋友们也可以一起来看看看认不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林洋老师已经把这个数字做出来了 小朋友们 数字已经做好了 小朋友们认不认识啊 不认识的话 叫林洋老师来教大家认识吧 小朋友们 这个数字是什么呢 同学们 你们认识吗 佩琪 你认不认识这个数字啊 苏西呢 达里呢 还有凯迪 你们有没有学认识林洋老师现在做的这个数字呢 可是佩琪非常厉害地站出来说 林洋老师 这个数字我认识啊 它像 像是一个六字 咦 不对 是一个九字 对吗 林洋老师 这个字是九字 哇 我们的佩琪真聪明 不过佩琪 这是一个六字 不是九字 你从你那边坐着看 确实像一个九字 但是从这边看呢 咦 是的 林洋老师 它是一个六字 对的 没错 这是一个六字 六字像什么呢 六字像口哨哦 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学这个六像口哨的六字 像口哨的六字 我们来把这个六字每人做一个出来 怎么样 好的 好的 那就先从佩琪开始吧 对的 大家要一起来做出这个六字了 先从佩琪开始做 好小意思 这拿起来 好小意思 是 我们要吃下刷了 等会浆的 焦点 里面 海鸡 水 海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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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就是我们的小羊苏西做了 小羊苏西也想做出一个非常漂亮的模式 好 好的 我们的小羊Sushi 也把这个制作好了 现在有3个6了 等到我们的小狗丹尼了 用它来一颗 到我剹的 我剹它 i一颗 小孩子 挣得一颗 贴了好 冬草 面交出来 移到小孩子 在简单 删完 Yellow basket I wrote a letter to my love And on the way I dropped it Dropped it, I dropped it And on the way I dropped it And on the way I dropped it A little boy he picked it up And put it in his pocket 好的,小狗 打你的溜子也做好了 小狗丹妮也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溜子出来 现在就是我们的小猫了 我们小猫凯婷也要做一只溜子哦 A green and yellow basket I wrote a letter to my love And on the way I dropped it Dropped it, I dropped it And on the way I dropped it A little boy he picked it up And put it in his pocket Vloggen Git 好的,小猫的六子也做好了 我们来看看小猫卡迪的六子 画也做得非常棒 他都要看一下 我们这边总共做了五个六子 你能告诉林阳老师六子像什么吗 现在林阳老师来教大家认这个六子 这个数字读六 六子像什么呢 六子像口哨哦 像口哨的六子 我们每人有一个口哨哦 林阳老师有一个 佩奇有一个 苏喜有一个 丹妮有一个 堪迪有一个 哇,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像口哨一样的六子哦 是不是每人都有一个口哨 好的,小朋友们 这个六子是不是像口哨哦 你想不想也有一个像口哨一样的六子呢 想要的话也可以一起来做上一个哦 今天我们林阳老师就教小朋友们认识了数字六 是不是呢 之前我们有学数字几呢 就学数字一 数字二 数字三 数字四 还有数字五 大家都还记得吗 记得数字一像什么呢 数字一像筷子哦 数字二呢像水里的小鸭子 数字三就像小朋友们你们自己的小耳朵 数字四 这是花样的五星红旗哦 数字五 就像去买菜的那个衬托哦 同学们都记住了吗 然后今天我们学的这个六子 那就是像口哨哦 大家都要记住这六个数字哦 好了 今天我们林阳老师的数字教学课堂 我们就学到这边吧 下期林阳老师再教同学们认识更多的数字 我们和林阳老师 还有佩奇 苏西 丹尼 凯迪 说再见吧 同学们老师 再见 小朋友们 再见 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